这种ISO5356的一个压力测试机 整个测试机呢有主码码 四个附加码码和四个凉硅和一个波动杆组成 然后整个季头呢可以上下调节距离的 那我现在测试一下22毫米的一个 我们这里有个测试样品 测一下22毫米的一个黄硅 那首先是凉硅 把组装上去 这个主码码加附加码码是50流的 那我们样品先轻轻放上去 放上去青苔角叉开关 然后轻轻落下来 落下来这样承受50流的力 那么这个拨挡开关一定要是悬空的 不能让拨挡开关挡住了这个挡板 这样它才承受的是50流的力 那么我们下一步 扶住样品旋转20度 从波动杆这边旋转到这边就刚好20度 20度以后 然后轻裁扯淘开关上来 那么我再可以看看到 镜头来近点 可以判断一下这个样品是否合格 刚好在两个极限面中间 那么这个样品是个合格的样品 对了